他就买了碧桂園服务 但是他的买入价是60元 他说现在怎算好呢 碧桂服务是多少 6098就是碧桂園 很大一只 物管股的估值真是残到 他们一码就不能赢他了 他们一码也很惨 现在物管股的估值平均 这一只以往是龙头 估值一向是最贵的那只 但是现在都跌到单位数 就是刚刚双位数 其实就相当之低残 而且其实都挺惨的 因为你单纯去看他们的业绩 本身物工估 其实每一只都交到功课 每一只都双位数增长盈利收入 但是因为家里不争气 就是妈妈的气氛 和市场的气氛 所以令到他们首先率先被牺牲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 我觉得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继续持有60多元 60元 60元 看你的心态 我觉得去到这个位置 要再插插 以迫伏来说 我觉得再向下插插的空间 不太大 在说是单纯他 但是如果他妈妈出了一些消息 出现可能再理胆 也不排除他会再下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你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拼着这个位置 因为累积跌幅度大 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反弹 去回看 去回大概 你先去回28-30 希望 但也挺难 我认为阻力挺大 去到27 孤一孤 即止蚀 希望斩斩 我刚才问你 不介意的 其实我这笔钱都想着是服务逼贵完的 都不想着怎么放在这里 那就等下 因为其实你看到的帝宝 这些好像似乎建立了 所以你先拿着 乐观点再看 如果上到30 楼上再再想想 就算了 但我建议初步 如果去到27 就先斩斩 好啊